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 怎么样让一个圆角的矩形 增加这个小小的尖角 让它变成一个对话框 那么圆形的基本方法也是一样 不过它比较复杂一点点 原因在于 你看圆角矩形底下这里本来是一个直线 那我们新增节点以后 拉出来的仍然是直线 可是一个圆形啊 它本来是弧形的 我们增加节点以后 拉出来的仍然就 它仍然会保有弧形的这个特性 那就会变比较复杂一点 那怎么样把这个弧形的曲线变成直线 有两个方法 那也许我现在讲这样讲啊 你看不太明白 我做一次来 你就会发现 哎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好 各位小朋友 首先我们还是在这里 路径绘图工具 选第一个 然后形状呢 我们选择圆形 这个时候一样 左上右下拉一下 就变成一个圆形 接着呢 我们再按下这里 小箭头按下 路径编辑工具 这我刚才都讲过了 现在就不细讲了 同样的按下切换 好 这个时候显示出节点了 对不对 然后一样我们按下增加节点 然后头 中 尾 各增加三个节点 好 这个时候圈回来 原本的我们之前讲的 只要把中间拉出来就可以 对不对 好 请看我们拉哦 哎呀 糟糕 你有没有看到 它是拉出来的变成一个弧形啊 好 这个线段是个弧形耶 这个也是个弧形 那你看这个尖角这里 感觉一点都不尖啊 那怎么办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 来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好了 我按显示比例改为200倍 百分之200 好 你看哦 请看 因为啊 弧形的原因是 这个点 周围有两个 小的卫星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我放大一点啊 你看 这里是我们的中心点 那旁边这里各有两个小卫星 那这两个小卫星呢 对于中间这条线 产生了牵引的力量 那这条 这个线 待会我把它拉长 拉得越远 这个牵引的力量越大 来 我们来做做看啊 来 我来点到这个点 然后抓住这个小卫星 往外拉 哇 你看 它的弧线变大了 这个又往外拉 也变大了 好 而且当我 移动一边的时候 另外一边的点也会被移动 那这个呢 就来 要来看 第二排工具了 好 请看第二排工具 编辑模式 这一个 跟这个 是不同的状态 这个叫做任意编辑 这个是非任意编辑 什么意思呢 它到底是哪边不任意呢 而这个又是任意哪边呢 其实就在于这两个小卫星啊 你看我现在是在非任意编辑的模式哦 我现在是非任意编辑 这不是任意编辑 这两个小卫星就会受到牵制 看到没 我拉一个另外一边也动 同时呢 我拉中心点 这两个小卫星也会跟着同进退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任意编辑 任意编辑 任意编辑 也就是说这两个小卫星 以及中心点 它们会可以各自移动 不会被绑在一起 来 我现在按下任意编辑 我拉中心点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小卫星 有没有跟着走啊 没有 我把中心点拉到这里来了 而这两个小卫星还停留在原地 本来它们是一直线的 好 好 那怎么样 好 回到原来 我们会怎么样把这一条线改成直线呢 第一个方法比较笨 不过我建议你练习一下 就是把这两个小卫星 拉到前面那个节点 也就是没有对外牵引 对外牵引它变弧形嘛 我拉过来 那同样的这个点也有一个小卫星 看到没 我们一样拉它往这个点 这样它就没有牵引的力量了 好 这样它就变成了 不对 按左边了 好 拉过来 这个拉过来 好 变直了 这是我们回到原来的调整四方大小 切换回来 你看这就变成一个尖角了 这个是比较困难 可是可以多练习的方法 好 那不是这个方法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好 请看 现在是圆弧状 有没有 圆弧状 圆弧状 好 我还是一样放大一点 百分之两百来看 我们只要啊 告诉电脑说 我这一条线 我不要它是曲线 我要它是直线就可以了 很简单 当我们靠到游标有没有 靠到这条线的时候 它变手指看到没 本来是一个黑色的箭头 变成手指了没有 我们点一下 你会发现这条线它变了颜色 看到没 变了颜色 好 这时候就要再看第三个工具了 我们来看上面 线条转换 这个叫做把 曲线转换成为什么 直线 这个按钮是把曲线转换成为直线 那相对的 如果是另外一边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现在是没办法选 因为我们选到的是一条曲线 如果我们选到是一个直线的话 这个按钮一样会服务起来 那它可以负责把 把直线转成曲线 这两个是相反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选了一条线 这条线已经变红色 对不对 我们按一下 将曲线转换成为直线 它就变直了 好 那我们再点这条线 再按一下 把曲线转换成直线 这样我们再移动中间这个节点 好 我们来调整 显示比例 这样不就变成一个尖角了吗 这样就非常简单了 好 接下来 等到你调好了 再按切换 这样就完成了 当然这个颜色你不喜欢 你一样可以使用编辑填充 把它改成你喜欢的颜色 键层 或者是 材质 编辑填充 材质 我们可以选一个木纹地板啊 什么之类的 你喜欢的东西把它填上去 好 那当然也可以把物件的 一个阴影叫出来 加上一个阴影 当然你可以调它的透明度 这些都是其他的 你可以使用的工具 相信大家已经看清楚了 如果看不清楚 要再重播一次 记得适时的按下暂停 看清楚潘老师所指的位置 希望各位小朋友都能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